今天安芳聊说故事 要来带您认识什么是纯禄 纯禄是将植物透过蒸汽蒸馏法所萃取出的次要产物 那主要产物是什么呢 当然是精油 我们一般在蒸馏法蒸馏完成后 蒸馏符中收集到的物质会分成两种 上端是油项下端是水项 如同照片上您所看到的 而下端水项的部分就是纯禄 大约占植物挥发性活性分子的5% 植物的所有器官包括树皮花朵叶子全株植物 几乎都能萃取出纯禄 但纯禄的品质跟精油一样 与活性分子的浓度 植物的新鲜度 食用的蒸馏水等等因素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都会影响到纯禄的品质 至于纯禄跟花水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 原则上花水是从花 例如玫瑰、橙花、石车菊、羊柑菊、薰衣草等等 透过蒸馏法所萃取出来的纯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想知道更多有关精油的故事吗 请持续关注M方聊说故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